国会直选从法上个月底生效 立法院民众党团预计12号要将国情报告 排审进院会议程 不过总统府再强调应该等待视线结果 引发民众党立任党团总召唤国昌不满 直言该执行的还是会执行 而兰英立伟也表达赞同 既然社会有违宪的疑虑 那就应该等候宪法法庭判决结果 不适合在大法官还没有做出 事件结果起案就采取行动 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将在12号提案 邀请总统赞清德到立院国情报告 但总统府再三强调针对国会职权修法 事件前不宜有任何动作 在选前说一套 选上了以后完全变脸 立法院职权行之法是依照赞清德总统 公布生效的法律 绝对不是如同我们的赞清德总统 或者是总统府所宣称的这个样子 只要他们申请 那法律就要冻结不可以施行 会这么气愤就是因为国会职权修法 上个月27号已经生效 而立法院民众党先前提案 遭协商冷冻期的国情报告也将解冻 民众党团要求排入院会议程处理 党团在昨天下午 已经收到了向法庭的通知书 那番认为这个战事处问非常重要 再怎么野蛮 再怎么毁线乱政 也不应该如此 炮轰黄国昌毁线乱政 而宪法法庭也将在10号下午 召开正式处分的准备程序庭 让国民党质疑时间实在敏感 我们本来就支持啊 我们不晓得是不是 在立法院准备12号来处理 就是赖总统到立法院报告 然后宪法法庭就非常微妙的 在12号之前他想要先拦弧啊 国庆报告排选前国会职权修法 也抢先要正式处分 各党都做好准备即将迎战 这个黄金王伟轩特别报道